民进党当局斜扬自重 以各种形式进行谋独挑衅 不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这是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根源 也是严重危及台湾同胞扶植的祸害 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多军兵力量 多批次舰机开展 常态化巡航警巡等行动 就是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 嚣张气焰和谋独行进 手将腹土义不容辞 台独挑衅一而不止 中国人民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行动 就一刻不能停 也不会停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